警方深夜在街头发现白色自小客围停 正要上前拦查的时候 自小客突然倒车 逆向在车道上狂飙 自小客逆向倒车冲了300公尺 派出所长下车徒步追捕 就在警车围堵到嫌犯车辆的时候 嫌犯又往前冲撞警车 远警激紧地跳开 并且朝嫌犯车胎连开三枪 嫌犯车辆重弹 仍旧与上百公里的时速逃逸 警方随即通报线上警网 围捕这辆出租车 深夜台中街头连续枪响 还伴随自恶的警笛声 把附近民众吓了一跳 他从这边经过就开枪 开几枪 就开三枪 嫌犯车辆有弹孔 想赶快甩掉麻烦 凌晨通知租车行要还车 但警方早就守住待兔 当场逮人 夜嫌犯的毒品 在那个时间点 他交由后座的另外两名乘客 攜带至复兴路上 某家商务旅馆内躲藏 嫌犯不到三个小时就落网 他坦诚因为车上有毒品吸食器 跟残渣袋 遇到拦检心虚 冲撞警方逃逸 警方又寻现逮捕当时 在车上的三名同伙 将四个人移送法办 既有李梦章 韩志欣黄丑银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